现在风声这么紧 你怎么还约我见面呀 我这不是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你商量商量吗 网上那些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亲爱的 这些天啊 我一直都在为你担心 潘卫森这个混蛋 没有为难你吧 潘卫森 他不是人 以他的年纪 都可以做找珍珍的爹了 竟然和他搞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想不如 趁这个机会 干脆离开他算了 雅琪 你 真这么想的 当然 我还能怎么想 他做出这种丑事 竟然还励势气壮的 我跟他过得还有什么劲 况且 他现在身败名利 以后在审市 在商场上都难有作为 他虽然现在一时没落 但是他现在毕竟还是审市集团的董事长 俗话说得好 瘦子的骆驼比马大 这些年 潘卫森暗中转移了大笔的资金 我都看在眼里 他的实力和财力 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亲爱的 你这二十几年的青春 都浪费在这个老头子身上 就这么早了 是不是太可惜了呀 我就是想到这些 所以才忍着 真要离婚的话 也不能便宜了赵珍珍那个小贱人 所以我想来想去 现在暂且忍着 等以后找到机会 再说 这好 我真的过得很辛苦 雅琴 你一定要坚持住 我知道你苦 所以 我们要更努力地挣钱 到时候 我一定带着你远走高飞 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一起幸福地生活 我会永远爱你 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至后 我现在只有你了 赵小姐 这是给你的信 定牙齐 你总算落到我的手上了 护照和美金都在这里面了 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你不用担心 以后 不要再找董事长了 否则 你知道后我 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文哥 你好 好久不见 文哥 我知道你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听说你正急着找一个人 我可以帮你 喂 文哥 天真 宋志豪在我这儿借了不少 陆陆续续已经超过两百万了 你确定他真的有钱还 文哥 你相信我 宋志豪 他一直都在骗你 文哥 这个你放心 你也可以去调查 他的那个情人啊 大有来头 这区区几百万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到时候 可别忘了我的好啊 好吧 你怎么办 以丁雅琴的个性 他肯定不会为宋志豪还这么一大笔钱 到时候 丁雅琴 我要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什么 那么多钱 你 家芊 你可不能不帮我啊 我 我 我要是还不上钱 他们要是到法院去告我 那我就完了 前两天 他们还给我打电话 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要是我还不还钱的话 他们就要和我法院借 你 家芊 你应该不能见此不救啊 宋志豪 我给你那么多钱 是为了让你去挥霍的吗 你说得好听 为了我们的将来 为了我们的幸福 你会尽心尽力 可这刚刚两个月的时间 你就赔你这几百万 我怎么劝你都不听 什么好话都跟你说尽了 你投资失败了 问我要钱 我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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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芊 我是为了我们 我们以后想啊 我是真心实意的 想让我们以后过得好一点 这次我错了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 再帮我一把 我要是没钱还 我真的会被送进监狱的 雅琪 我求求你了 看在我们的情分上 你 你帮帮我 情分 你从事之前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情分 你现在跟我谈什么情分呢 雅琪 我 我求求你 你们能见此不救 就算我 就算我 管你借的 借的 我的那些钱 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 为了我的将来 我为了这些钱 花了我大半辈子的时间 现在都不一定会了 雅琪 我求求你帮帮我 你这次一定要帮我 要不然我死定了 一定有办法的 我求求你 雅琪 我求求你 我没钱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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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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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文革 这点事 还烦进大楼远跑一趟 这是我所有的钱了 剩下的 我过些日子再还给你 我从大楼远的地方跑过来 就这点钱 你当我是叫花子 今天必须还一半 文革 我 我真的没钱 我真的没钱 文革 我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你 等一下 文革 能不能让我跟他单独谈谈 走 宋志豪 你没有钱 可是丁雅琴有钱啊 你怎么不跟他要呢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 出国了 你就别管我怎么来的了 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 怎么 丁雅琴她不要你了吗 那个无情无义的女人 她哪会帮我啊 你 你要是真的想还钱的话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你